警方發現竟然有台灣的詐騙集團派車手到日本進行詐騙 以假檢警的方式騙取了長者的提款卡還有存折等等 在台灣和日本警方合作偵辦之後 先在日本逮捕了五名車手 另外在高雄也逮到陳信 祖賢等五個人 一共十人到案 警方破門上前攻堅竟如住家逮人 因為詐騙集團祖賢就在屋內 一活人嚇得動都不敢動狼狽落網 被壓在地上穿白上衣的男子 就是跨國詐騙集團在台幹部之一 這裡同樣也是詐騙水房 裡頭成員專門指揮底下幹部到日本進行詐騙 根據瞭解二十七歲的陳信祖賢是集團首腦 從一百一十二年七月開始招募 台灣東部及南部的青年赴日詐騙 透過在台成員的境外電話 夾扮成假檢警又騙日本長輩 並指示對方把存折提款卡 或是現金放在家門口 再請車手去拿犯罪地區 遍布大阪京都祥川縣等 行動都靠新幹線鐵路計程車 車手不僅包吃包住 試乘後還可抽一成 前線後後集團非法獲利高達兩億元日幣 這回台日警方聯手在日本逮捕五名車手 另外在高雄逮捕陳信祖賢等五人 共十人到案說明 全案移送後 陳信祖賢等三人遭羈押警戒 近日到日本旅遊越來越順行 沒想到卻讓有心人士混入其中 還專挑日本長者下手 警方也將持續溯源 要全力瓦解詐欺反罪戀 這次蔡英傑 許家聖台北報導